电脑拿来 好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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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天哪 来了来了 一声叹息 电脑放这 好 有电吗 有电 我来开 有密码吗 有 就是今年的年份 你先把电脑连上吧 连上 我一会对 你先把电脑 投屏点上 我悄悄的清一下桌 好乱 演技成功投屏 对 昨天言语还跟我说下来的 他就是跟你合作那次就发现了 觉得超级的就是聪明 老子很好用那种 对 然后是说商标在第五十几项开始 就他原本只在一项底下 对 对 然后 然后 当时可能是客户问有什么意见之类的 然后你说突然说要加到那个医疗机械第十项底下 就这个 对 那我们总体完全没想到 对 我感觉也是只有你一个人能想得到 真的 就是这些点 就是感觉 能想到 然后他说当时客户的脸上的表情非常地惊喜 就是说那种很有用 他们真的会去加 没有想到会有学生会从这个方面来入手吧 学生竟然能想到这个点 一通猛夸 快要十点了 好的 你们都不喝饮料吗 我不喝 我不喝 巧克力脑袋 你们啥用做那么紧凑 因为我们关系好啊 因为他加入海鞋帽 我说他在这里 我们建议客户报警吧 给抓回来 帮哈强 我就想当 他最会传染 但我只要没看到那个哈强 我已经在背传染 客户说我也困了 有点点 我们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的整个流程是 用打印技术实纹 然后就是copy paste 就是复制粘贴 让我们个人的初次校对 但是出校之后 我们交叉校对对方的运动 然后有两个注意点 我想到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表格上的数据和纸上的笔 不要和照片上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乱去 然后就核对完以后装进 那就接下来由我的同事 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流程指引 好 接下来我将向各位老师介绍 基于对以上法律风险的分析 发行人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 我们会分两点 第一点是对发行人 第二点是对各中介机构 文婷说话也是非常舒服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发行人独立董事辞职 应对事项的相关分析 与流程的指引 以及我们在第三部分的附件当中 附上了我们刚刚所提到 需要的相关的文件 欢迎老师们指教 谢谢 我们来公布一下KPI成绩 房产证一共400分 肖阳你们这组 你们只有一处错误 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方面 一共是600分 这不配谁录入的 我们俩 那恭喜你们 全对了 营业执照一共600分 你们这边一共是两处 恭喜你们获得这十分KPI 然后关于这个行政处罚和 晚上的那个读董辞任 那个突发事件 结合你们的这个分析文件 和应对方案 以及内核的这个现场表现 是第二组获胜 吴明浩 许文婷 肖阳 严宇 恭喜你们每个人 又获得了25点KPI 言语一百三 王毅一百三 胡平昊一百一十五 文婷一百一十五 姚姚领先了 发行人因为降雨 所以废水泵坏了 然后导致了本次事故 你认为这不是发行人的原因 我们的意思可能还是说 就是不是发行人的过错 还是想证明发行人这边 主观恶性比较小 它的处罚也比较小 所以这一次可能也不构成 这个重大违法行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逻辑 新发的上市公司的读董规则 这个读董新规明天生效 设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信息库 上市公司可以从该本信息库 选拼读董 就去这里找 就去这里找 那我们会建议公司通过 今天刚刚生效的一个读董新规 里面提到的一个独立董事数据库 来进行一个筛选 第二组也是结合律师的工作范围 提出了读董新规刚刚实施 然后里面是有一个上市公司读董的 酷的 这个与最新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度上 是比较高的 还是个挺好的亮点 来吧 同学们 我们来公布一下KPI成绩 第二个任务就是 禁止调查的基础信息的 录录工作 我做了个统计 一共实际上是1600份 二组是1600个 里面错了三个 恭喜你们获得这十分KPI 关于这个行政处罚和晚上的那个 读董辞任那个突发事件 结合你们的这个分析文件和应对方案 以及内核的这个现场表现 是第二组获胜 吴明浩 许文庭 肖阳 言语 恭喜你们每个人又获得了25点KPI 哇 言语一百三了 王毅一百三 胡铭浩一百一十五 天呐 文庭一百一十五 姚姚领先了 你得做一些事半功倍的东西 啥 这个东西就事半功倍 超好有用 哎 科技改变生活呀 我刚刚想起来 打印机有扫描功能啊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 它只能一张一张扫描 还可以一块扫描 它能一块扫描吗 你可以一块扫描 你放哪儿 然后穿穿进去那样扫 那我就不用拍照了 一个人就 漂亮 打印机可以扫描 太棒了 这样比拍照要快 我刚刚找到了一个 人工智能的棒 还可以 还可以寄出 MPS AI 先要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队 OK 我想跟你说的 我们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的整个流程是 打印机实文 然后就是 copy paste 就是复制粘贴 好快速形成了一个规则的细化 加上我们个人的初次校对 但是出校之后 我们交叉校对对方的运动 然后有两个注意点 我想到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们表格上的数据 和纸上的笔标 和照片上笔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乱去 然后就和对方 以后装进 OK 那我在手机上下一个APP 不用下一个APP 微信就可以 微信 就是目前 目前我现在玩是吧 就是你如果把微信图片 发到任何一件 比如发到文件 可能就入手里 打开以后就可以 好 哦 明白了 你是这个盒子 对对对 我真的看着就头大 这几个盒子拍照 都得拍多久啊 然后到时候 手机相册里面 八千张图片 四千张的这个文件 这个我拍好了 好 我把它捣出 然后我就开始叫醒 拍 拍 所以我听听一个节奏 我就是 翻拍翻拍 翻 对我也是这么想 我正在给自己打拍子 我就给你开个节拍器 还有节拍器 我笑死了 谢谢 我 等会我跟不上 一 二 三 你这么搞笑吗 翻拍 翻拍 走 我不要好尴尬 等一下到哪了 到哪了 我先看一眼 七十一我看了 不干扰你了 你检查一下 这两张有没有出错 七十一 你的节拍器 为什么做好笑 虎明浩软件挺多的呀 怎么还会有节拍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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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